蜀國令 大家好我是紅茶 那我今天要拍的影片的話 是介紹的這個蜀國令 那蜀國令的獲取方式的話 是要從這個玉牌來兌換 那是600個玉牌可以去換一個蜀國令 然後這個玉牌的獲得方式的話 是從皇帝戰不論是從巨賢莊 門客、偏將軍和主攻 他都可以獲得不等 數量不等的這個玉牌 對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那這個玉牌的話 有一些是能換一些什麼 橙色武將包啦 這些有的沒的都不是太重要 重要的是這裡有兩個 一個是可以換觀印 觀印的話是一般人比較常去換的東西 120個觀印 120個玉牌可以換兩個觀印 那六個觀印就可以分封一圖 就是讓這個武將 基本屬性喔 增加8% 那二圖的話是要用 八個觀印 這樣依此類推上去喔 那今天的話 我是要來換這個蜀國令 蜀國令的話它是 可以 它是可以創立一個蜀國 或者是 讓原有的蜀國增加那個國民位置 讓更多國民加入 就是這樣啦 對 那它就可以變成的是 這樣子的蜀國 你看這些蜀國通通都可以喔 但是它不能變霸國 霸國的話你要國家聯賽 你要打國家聯賽 你要打國家聯賽 或者是 蜂王 才可以從蜀國變霸國 那最一般的模式的話 像正在江山 你想要變成一國之主 就可以用這個蜀國令齁 來一圓你的皇帝夢啦 原來寫說 使用後可以建立一個蜀國 或升級當前 國家齁 好 對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OK 那謝謝大家